不少移民走過來英國的香港人 都想在倫敦周邊 找一些入手隔親民的上車盤 希望最好就是現樓或者准現樓 最好有車位 往返倫敦方便 生活配套完善 最好就是校網也好 我們今天來到倫敦周邊 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 commuter town叫做Wordford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Wordford 我們由倫敦的Houston出發 乘火車一程 一個站就來到Wordford Junction 只需要15分鐘 所以我們剛才由11點24分上車 大概是11點40分 就可以來到Wordford Junction 班次是非常之多 所以往返倫敦都非常之方便 Wordford的生活配套的確是幾無敵 如果由Wordford Junction向住Town Center走 中間就會經過一條叫Claringdon Road Claringdon Road基本上兩邊 全部都是一些甲級寫字樓 當中也包括一些我們非常熟悉的國際企業 包括KPMG、PWC、Ruff Lauren的UK Head Office 以及Homesense的Head Office 基本上都在這條路上 沿著這條路走到尾 基本上大概一個8至10分鐘的步驟 就已經可以去到Wordford的High Street 如果走到High Street那裡 基本上各大銀行都會見到不同的餐飲 包括連鎖的Starbucks、Nandos 又或者在一些地方的Italian restaurant 甚至乎在一些日本的甜品店 基本上在High Street上面 全部都可以找到 而Wordford市中心裡面的 Shopping Mall Adria也都相當大 尺寸方面可以拍得住 倫敦的Westville 或者Redding的Oracle商場 裡面除了可以看電影、圖寶寶球、攀石之外 還有譬如桌球、訂標等等的娛樂設施 而在牌子方面呢 大型的連鎖品牌 包括Mango、H&M、Sara 甚至Uniclue、Jack phenomena等 來 rabBI給大家介紹 Tobias 一個現樓的項目 也有車位 往返倫敦只有15分鐘的火車車程 由這裡走到最近的火車站 也只需要6分鐘步驟 再盯身15分鐘便回到倫敦的Yuston 一部份單位 你会看到是一些玻璃和设计 其实今次的设计是一个低密度的住宅项目 总共只有92个单位 大部分都会在一两房的单位为主 Ground floor 除了会有一些bike storage之外 也会在绝大部分单位都会配备了自己的车位 大部分都会在一些underground的车位 亦都配备了起码20多个EV charging price 就算是驾驶电动车的朋友都不需要担心 现时的starting price 大概是$44万 有部份是600多尺两房单位 亦都有一些是相对再spaceous 700多尺两房两次的单位 亦都有少数单位是可以符合help to buy的需求 所以无论你现时是在找help to buy的单位 还是你身处在海外想买一个现楼的两房单位 连车位置自住呢 这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选择 我们今天就来看The Arches 在二楼 一个791尺两房两次的单位 这个单位还送了车位 亦都已经连过家具的余装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间隔 这个单位的间隔非常之广落 所有厕所都是四四方方的 首先一进来 这里会有一个utility room 这件事都放了少少杂物 到时如果是自己的家里都会有些杂物 你会看到它会有了一个boiler 很多时候洗衣干衣机 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WI-Fi盒之类 都已经设置了Hyper optic 到時只需要打電話 很快就可以有Wi-Fi 就不需要再等別人來裝機 在左邊這個位置 就會有一個Family bathroom 這個Family bathroom的空間都幾闊落 這次它這個用色 就會用淺色的白色的長身磚 配備了一些像這些 Future Wall的圖片磚 跟地板的用色一樣 當然在Barkley的標準設計 也包了鏡櫃 裏面也做了一些插梳位置 所以收樓基本上什麼都不用做 也不需要再考慮 有沒有東西要加上升 浴缸下面也有一隻新的設計 它會配備了一些後備的磚 這些也很貼心地做了一些儲存的位置 這次這兩房兩次單位 其中一間睡房就會有en suite 我們先看看睡房的空間 其實你看到它這個空間感都相當大 做回落地玻璃窗 這隻窗除了它可以透風的開發之外 它亦都可以90度這樣開 另外它亦都完美地 用一個fitted wardrobe 就間開了on suite洗手間的位置 這個fitted wardrobe 亦都做到頂頂 亦都做了鏡鏈 所以就非常之方便 儲物空間亦都相當足夠 上面亦都放了間隔 讓你放多一點儲物 或者有些手袋 就可以放上去 在主人房裡的浴缸 會用棋缸 睡房裡的地板 會用地毯 但是在整間屋裡的走廊和客飯廳 都會用一些無縫地板 所以長遠來說 如果你說其中一塊地板刮花座 要replace 亦都相對方便一些 在走廊的空間裡 亦都有一個video entry system 本身屋苑裡 其實已經是一個gated community 入屋苑的就要拍一次fob 屋苑樓下的大門要拍一次fob 所以已經是有double security 好 second bedroom的空間 非常之闊落 你會見到這裡都很深 除了有落地玻璃窗 這裡可以放到三邊落床之外 它的衣櫃位其實都很闊落 現時發展商在這個Display的傢俱 放了一個細細的雙門衣� 但你看到這個空間 其實就可以放到一個三門衣� 如果你做一個高身一點 那個住物空間相當足夠 現時單位裡面的樓底 大概兩年五米左右 如果你怕不夠位置放東西 不需要擔心 因為這裡都做多了一個住物空間 當然它會給你掛衣服 還有上面可能有些四個家裡的口罩 或者是多一點手袋 這裡還有一個更多的保存 今次這個單位的客飯廳 是非常之闊落的 空間感也是相當之大 如果你在倫敦很多時候買兩房單位 現在新起的尺寸可能都會小一點 但現時在The Arches裡面 都有一些單位 例如今次這個兩房單位 差不多接近800呎 你見到今次會做了一個L型廚房 但它用那個Area 和平時U型廚房的工作空間 已經是差不多那麼長 在所有的陷入式家電方面 已經是全部包括了 包括一個Full Size的洗碗碟機 旁邊會做了一個Double Sink 在台面方面會做這隻台扁石 亦都相對耐用 這裡除了所有間隔做好之外 連這些recycle邊 甚至是一些細微間隔都會做多了 你見到這個儲物空間是非常非常之多 在家電方面 除了洗碗碟機之外 你見到焗爐、四頭煮食爐、抽油煙機 就會用回Bosch 後面這裡也會做玻璃面 如果真的煮食的話 清潔方面會相對方便一點 當然也會配置了一個Full Size的Freeze 我們今次這個廚房位 由於它比較深 所以它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就是它廚房對出這個位置 剛剛好可以形成了一個Dining Room的位置 現時發電商就放了一個圓形的四人飯桌 但如果你說我可能喜歡一些六人飯桌 放一個長方形的Area 空間亦都非常足夠 因為它比較闊 這邊就有自成一個四四方方的很闊的客廳 可以放到一個L型的梳化 還有這裡放到一個電視 還有它這裡三門的露台門 全部差不多等於落地玻璃尺寸 所以你會見到整個客廳也非常光亮 今次這個單位就是一個向西的單位 現時你見到是下午四點多左右 太陽也可以射到入屋 所以都不錯的 露台除了Size 非常好之外 你會見到它也是看出去 基本上全部都是Low Rise 也有蓋子 所以不需要擔心 例如下雨的露台 可能還要更加清潔 所有的玻璃也是做一些雙層玻璃 所以隔音保暖方面 效果相對好 今次這個單位 會是一個兩房兩次 送車位 791呎的單位 亦都是Fully Furnished 如果現在正在看現樓的朋友 這個單位的叫價是50萬英鎊 亦都會有一個挺不錯的可以談的 所以如果現在正在看現樓的朋友 亦都是希望可以往返 15分鐘內可以往返到倫敦松溫 Houston的話 The Arches是一個非常非常不錯的選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馬上跟我們聯絡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